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是华夏大地的精华 其历史渊远流长 一路英明 其光彩辉煌夺目 明震中外 气可撞伤和 势可冲消汗 柔似行云流水 刚如磐石利刃 神意贯通万物超脱 它不仅是一种竞技体育 而且可健体防身欲敌 其学问博大精深 功夫深厚莫测 魅力无穷 宇宙洪流 天地咬明 均在浑然太极之理 人生于世 寒暑造尸 阴差阳错 多半失于调理 如将中华武术比作一块五彩绚烂的锦坦 那么太极推手 堪称是锦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其动作轻松自如 连统连统不断 其双人推手 更可训练全身神经敏捷 反应迅速 数年纯功 功可至四两 薄千斤之绝境 王培生老先生 是我国著名武术家 当今的武术泰斗 他从十二岁起 修习武学 先后拜张玉莲 马贵为师 学习弹腿 行义 八卦 十三岁 入吴氏太际门 拜杨宇廷为师 称蒙王茂斋士祖钟爱 经常给予支点 太极内功之绝技 得天独厚 尽得太极之真谛 王培生先生 所著吴氏太极拳 畅销欧美 流传很广 其中 三才门乾坤物己公义书 被誉为一代武学宗师 他在功夫和理论研究方面的造诣 均首屈一指 在国内外武术界 相有极高的背望 王先生 我们太极拳的拳架都练完了 我们很想能够进一步的 对推手进行一些了解和训练 您看看您今天 是不是能跟我们讲述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推手 两个字 那个字意 就是什么叫推手 推的意思就是动 推是动的意思 动呢 是重字 一个力量 实际叫重量 重量 就是 重量在力学里面讲 就是 速度和距离 产生重量 这是物理的力学 推手也是 就是破坏对方的重心 使对方的重心 由平衡稳定 达到不平衡稳定 相反的呢 也是 对方 还要破坏自己 所以自己呢 先要稳定自己的重心 那叫随遇平衡 就是重心既不升高 又不降低 那您说这推手 是不是就是太极拳的季机啊 对 这个推手 就刚才我说讲 上边还用太极两个字 什么意思 太 是大的意思 极呢 那是极点 就是大到极点 相反再说这极呢 又是微小 极微 就是物极必反 总的来讲呢 就是大到无外 小到无内 其实就是一个圈 原运动 通过原运动 可以使身体得到健康 现在呢 最新的名词 叫建脑 就是锻炼人的大脑 大脑一健康 因为大脑是指挥全身行动 听从大脑 重心的掌握是小脑 现在就大小脑反练 实际上都在头部 那您看这样王先生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初恋这个推手的一种训练的方法了 要求了 要领了 您看看今天 您是不是能够我们详细的讲述一下 今天我把这个推手刚才讲的还没有讲完 真正的含义 推是动 是把他对方推动 得用各种方式方法 手是什么 是各种手法 各种手段 用什么手段把对方能给推动 就是破坏的对方重心 各种方式方法 很多 这方式方法呢还得训练 训练的时候有基本功 基本功训练 还有运用的方法的时候呢 得吻合 人呢就是主要叫六合 什么叫六合呢 有内三合外三合 六合八法 各种拳术都是一样的 其他的拳术呢叫做 有叫散打的 有叫靠手的 缠手的 名词不一样 现在咱们用的叫太极推手 太极呢就是对立统一 阴阳 动与静 大与小 就是以小力 什么四两拨千斤呢 也是这意思 还有借劲使劲啊 以一代劳啊 这都是方式方法里面的 最主要的就是 外三合是手与足合 轴与膝合 肩与跨合 内三合呢是心与意合 意与气合 气与力合 心是什么 就是大脑 有所想 意呢就去做 这里边呢 还得训练 什么训练呢 就是上下相随 就是手脚的配合 上 只是由头到两臂 这样的 下肢呢 就由胯吸足 这个要求就是眼神先到 眼到哪里 手要到哪里 脚要到哪里 身法再到 叫手眼身法部 部眼手法合 说的是容易 这是理论部分 然后还得 和实践相结合 这才禁于道 所以他以前这个理论是很深奥的 属于道家 道家呢就是老子 道德经说 道本无法 动即是法 动即是法 所以叫推手 推字呢叫推动 得到这样 就说不管对方 怎么来控制你 你能动 就有法 没有一定的法则 动即是法 这就是利用阴阳变化之理 对 就是把我们练的架子 运用到推手当中 实际上就是等于太极拳的寄机 意思一样 但是呢 很多人对太极拳的寄机 现在都不是很了解 特别是对太极拳推手的一些具体的训练方法要领呢 大家呢还 也都不是很了解 那时候我们认为就是啊 推手就是什么呀 推来推去 实际就这么个认识 是吧 真正的推手 这不是刚才讲了一下 推就是动 手就是手法 必须用手法 才能把对方给做什么 我的理解是这样 是吧 这里边是包括好一种科学道理 物理的力学 钢体力学 脂肿力三点 这容易做到 再高深的达到厂势 厂力学 厂力学是什么范畴啊 这个就是一个姿势组成 组成以后 使对方进不来手 厂力 厂力 那这东西就很深奥一些了 深奥一些 所以这次呢 我把这些个 由潜入身 有基本的训练方法 基本训练方法呢 就是定步推手 就是不动步 这个手的运转呢 是以手法为主 这还容易练 叫四正 叫蓬 脊 铝 按 是自人练习 还有单手推 平缘 还有立缘 这是单手运转 还有双手运转 都是运用这种劲儿 蓬 鸡 铝 按 采列 肘 铐 这采列 肘 铐呢 就是活步推手了 哦 还有活步的推手 哦 哦 藤挪 散战 哦 哦 哦 藤挪 散战 今天我把这些个 都要做一下 那您像我们这初步学的这个难不难呢 也不难 你把这个道理懂了就行了 这里边好几种科学道理就是 首先是物理的力学 哦 就是重心问题 嗯 嗯 哦 里边还有运动生理 嗯 什么叫生理呢 你看小脑 啊 小脑跟这个管重心的 嗯 你看体重到这个腿 这个小脑呢 你支撑 支撑以后 你看 这个腿动 这就稳了 都是很自然的 嗯 你要是如果这一想 这就晃了 嗯 就是小脑 跟着支撑点 脑保持垂直 这样 就思想 思想 都是思想意识 嗯 现在咱们就说一下意念意念 就是这个哈 叫全凭心意用功夫 这叫心理学 哦 在科学讲 叫心理学 嗯 心理学 心理学呢 挺简单 叫转移思想 嗯 这四个字 随机应变的 转移 嗯 运动生理呢 是改变它生理的结构 嗯 嗯 你要不要说 呃 重心在这右腿 你要不要说意念呢 想这要够 嗯 这就偏了 你看小脑跟支撑点 嗯 已经倾斜了 嗯 嗯 琴鞋就出于 重心出于体外 嗯 就你摄影线 出于支撑点的体外 嗯 这就不稳了 嗯 生理就改变了 生理什么呼 呼吸先急促 哦 累得呵呵待喘 嗯 这是生理的变化 嗯 生理变化也要失败 一切都要把它保持好 嗯 所以泰拳 你看为什么要缓慢 这叫调息 嗯 嗯 调节呼吸 嗯 休息的吸 嗯 休息的吸 是一呼一吸 位置吸 哦 把这呼吸器调节的 匀秤 嗯 是这个意思 嗯 这是生理学 运动生理 还有物理的力学 还有心理 啊 这两种运动生理 物理力学 都听通过这大脑来指挥 这是心理学来领导 哦 里边还根据什么哲理 哦 就是阴阳变化之理 哦 那就是太极 哦 现在一般的都不知道什么太什么叫太极 太极就是阴阳 阴阳就是太极 简单一说就是 嗯嗯 实际上就是一种变化规律 对 变化规律 就是运动 就是对立统一 唯物辩证 哦 就是科学道理 嗯 就是你这儿舒服 对方难受 对方一舒服 你这儿就难受 哦 就这种情况 哦 这推起手来 才有这个实践的标 那您看这样 王先生 那这样就把这个 具体的这个 初级的训练方法 比如刚才您说的 说是 定步的推手 这个单推手 什么 先跟我们讲书讲书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极 单手 平原 推法 松右肩 追右肘 右手自动抬起 手大指 受伤穴 对正鼻子肩 右手的中指 五分指相贴 这是阴长的要求 左手自抬 然后想弹中穴 追左手大指 直接盖 左脚自动向前移动 移动到太膝穴 松腰 找右胯 右手自动向前 左脚自动向后 右手大指 直接盖 以右鼻孔 对正 眼睛看右手 伤扬 然后往后 退的时候 使右手心 找左肩紧 摸着以后 左手 掌根 和左脚后根 成一条直线 往下按 然后拿左手的手背 找右手的手背 右手的手背 自动到右肩 身体往后坐 左脚肩自然跳起 自动往后翘 然后往前推的时候 使右掌心 奔向对方的左肩 往前推 左手自动向前 奔对方的腰间 然后手心 摸左肩 就后退 左手就到脚后根 右手背 对撑右肩紧 这不管对方多大力 也没有关系 往前一推 就是 现在两手 以手背 找对方的手腕 相搭 这叫沾连进 对正以后 想着 推的时候 手心转向外 变为仰掌 手大指的指度 找对方鼻子 左手抬起 向弹中 追 往前伸 松腰的时候 往下下 左手沉 右脚前进 就是甲方 往前推 乙方 就往回走 甲方 手心转向外 往前 找对方的鼻子尖 乙方呢 手心 找左肩颈 不管对方用多大力 也没有事 自己把这点 要掌握好 拿起对方的时候 手背 找右肩颈 然后就往前推 这点叫做画 这点叫做引 和拿 然后发 就往前出 这时候呢 不管对方用多大力 老想着手心 摸肩颈 对方就起来了 是一种切面 这个力量 你看多大力也不管 一使劲大发了 就起来了 重心没有了 现在拿右手 找自己的左脚 左手呢 找自己的右脚 这叫外三合 手与足合 人家躺下了 就左手找右脚 右手找左脚 人家躺下了 这要走起 要自然 对方用多大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 现在是立圆圈 拿右手踩对方的右手 踩完以后 回击对方的脸部 就是面部 对方呢 往上提 想自己的河谷穴 右手河谷 找自己的右耳门 然后往下一踩 就推对方的那个石腿 就是后边那个左腿 往前送 这个甲方 就得踩住那个手 使手心踩住对方手背 然后还得往 转一下腰 转完腰往下再踩 再踩 这立圆圈主要就在于 在于此 这换回来了 以方 这不是甲方往下踩 现在就穿蓝衣上这个 变为甲方 踩完了以后 踩对方面门 这对方一提手 就想河谷穴 到右耳门 然后往下踩 这个甲方 到面门以后 对方踩的时候连推 不要鼎立 要随着他走 这要转腰 先向左再向右转 然后踩劲 往前踩面门 把这点掌握好就行了 反复的练习 加以互换 这立圆圈就这样 往复 主要就是踩和这个进击 进击对方的实腿 就完了以后收事 现在讲 是推手 是正推手法 也叫定步推手法 单人练习 单打手 想自己手背 找对方的手腕 然后变阴掌 手大指的受伤血 对正鼻子肩 变为阴掌 中指纹纹一贴 左手自抬 然后先捧 就松腰 想腰 往胯上落 这右脚自出 然后往右胯一落 右手心自动转向外 手大指的直接盖 对正右鼻孔 拿右鼻孔追大指 直接盖 两眼注视右手 食指伤阳穴 左手大指 对正心口窝 这是棚 然后挤 意念想右手的食指 受伤阳 往上提 想夹击 找前脚 左手迈门 自动贴着 右背弯 下边是铝 铝是逃手先走 右手小手指 戳到右脚大指 直接盖下面 然后想右手大指 直接盖 戳到小脚指 直接盖上 现在是戳到哪里 大指能拖住全身 拖到小指 小指能拖到全身 右手大指朝下 小指朝天 然后在原地方翻 大指朝上 小指朝下 手心扮完斜面 朝左前方 找对方的左肩 这叫先走 铝 向左手食指指 对方摸自己的右眉梢 右眉传 直接盖 对正左眉传 左眉传 没梢找直接盖 右脚自翘 两眼注视 左手的伤阳穴 这是铝 下面边按 向左手的阳池 使手心朝地 就朝下面 右手食指 直指左 食指 气罐 左手食指是两手心 斜迫往回走 左手的大指对正左乳头 保持平 右手大指对正右乳头 往下沉 往下一沉 气感就空 把他一弯曲 提起来 提到肚旗以上 这是按 然后转腰圈棚 两手 对正右腿的两侧 往下按 然后转腰的时候 往下 就跟打气似的 打气筒子 往下按 按的左腿受不了了 往上起 右手食指 对正右耳尖 那叫脚孙 眼神顺右手食指 朝哪往哪看 捧出去 这现在是捧 这叫转腰圈捧 这几个环节 这算一周 自己再练 按着这个 右边为脊 现在练 这是铝 然后按 按完了以后 要转腰圈捧 要换手呢 是这边高完了以后 往下一按 就变为左边 左边打击 然后 逃手先走 这是铝 然后再一按 按着右腿 转腰圈捧 要按着两腿 从大腿领侧 往下起 然后提起 就这个提起 按的时候 像那个打气筒子 打不进去 那个气筒子呢 把它顶起来 这点必须要掌握好 然后这是一个圈 左边 往复循环 来会变 捧手 往前 铝手呢 向后 这也是规律 这叫换手的规律 铝手叫退步 退步铝 进攻的时候 是捧手进攻 这完了以后收拾 两人是一样的 你自己按照规矩做一遍 松右肩 椎右肘 右手大指 使你受伤 对正鼻子尖 这是肺 就是直接盖的根上 这叫绍伤穴 这手太阴肺 十一穴 中府云门 这是绍伤 如酒银 终止无名之一贴 便为阴掌 左手自抬 这叫异性相吸 同性相斥 这就是太极道理 这时候 彭的时候就想 谭中穴 就两柱正当中 追大指直接干 他这手就往前了 往前的时候呢 那个松左肩 坠左肘 右脚就出去了 使这个腰 往右跨上落 就想命门 往右跨上落 这右手自转 手心转向外 变为阳掌 阳掌的时候要注意 五个手指缝 都要张开 这是阳掌 手心是向外 手心向下 为阳 手心向内 手心向上 必须中指无名之一相贴 这是阴掌和阳掌 要求不同的这特点 彭完了 就变为脊 脊的时候想右手 食指的伤阳穴 这是通大肠 守阳明大肠经 往上领 一领 拿这煤梢 手指竇 找煤梢 煤梢 再找直接干 那个左脚有洞之意 想着那左脚的洞之意 到右背弯的二分之一 就走与万的当中 这时候夹击有反应 夹击再找脚 这叫脊 这个一想夹击找前脚 这时候左手呢 这叫寸观尺 叫脉门 和右背的驱驰穴相贴 这力量就圆了 这叫背不圆 力不全 即背 力量一圆 这个全身力量都合了 没有缺陷 叫力不圆 背不圆 力不全 这是个道理 现在我们做的叫逃手 先走 就是对方用按的时候 我们用这逃手 破他的案例 这个案子说必须小手指戳脚大指直接干 一个脚大指能拖着全身 然后大指戳小脚指 小脚指能拖着全身 然后大指朝地 小指朝天 就是让他自然转动 这叫逃手先走 在先走的时候 手心呢 扶着对方那个肘尖 那叫鹰嘴 一想 对方那小脑 是掌握重心的 他就不稳了 就是破坏的重心稳定 然后呢 对方那篷力就到身上了 我们现在画对方篷 用铝 食指指动摸 左手食指动摸 右眉梢 右眉传 这叫隐 和画 直接盖对正 左眉传 这叫拿 然后发的时候 到眉梢 眉梢 追自己干 眼睛看 左手伤羊 这自己练的时候 加上这么点意念 暗的时候 想左手的羊池穴 羊池就是 无名指 左手的无名指 和小手指的 两手指的空隙间 到齿骨头 横纹间 这叫羊池 这羊池 这个穴呢 是管身上的 中部 就是会阴 经常老想这点 还致女子的子宫歪斜 老想这 或揉这 就正了 男子的 什么副稿 这个有这种毛病的 就揉着好就行 所以经常练着呢 一按 就想羊池 就把里面这就调解了 就大脑 还有这叫脚孙 就起的时候 两手按完了以后 转腰圈棚 这十指指尖 必须指到 这个 这耳尖 就是贴这个穴道 叫脚孙 就是甲脚 鸡脚 这个孙呢 是孙脉 就很细微的 那个孙脉 这个一般的 什么脑血栓呢 什么血压 不正常啊 全在这个脚孙 因为一般人 不注意它 有时候你像一使劲 脑子就胀 心里着急 脑子也胀 这个十指指尖 眼神看 这就起来了 看完了以后 这是眼睛 随着手指 往哪里看 你就往哪里走 这是阳尺 朝天 转腰圈棚 就是好像 起椅子似的 那左腿受不了了 这是换腰 连换手 就是左右的换 到左边 也是 变为棚手 对 这个棚的时候 必须 大指 直接盖 手指 都是对正的 对方的鼻子 左手在前 拿左鼻孔 要对正左手大指 这是固定的 就找追求 这个正中央的 这个据点 就抢这个中心线 对 眼睛要看 上阳 这点要注意的 是挤 头手 铝 这是左手的中指 和右手的大指 呈水平 两掌距离 一掌宽 这么做的意思呢 就是一搭弯一搭肘 循环无端 老保持这个状态就行 收拾 又恢复到爆气心 合掌收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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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头的活步叫大铝 以步法为主 手法为福 步法有进退 进退要灵活 进的时候先落脚跟 由正前方往左前方慢 脚跟着地 脚心着地 脚掌着地 你拉吧 拉吧 脚趾着地 然后后脚跟上 然后再往外迈右前方斜的 这叫四鱼 就是四个斜脚 又是脚跟 脚跟 脚心 脚掌 五个脚趾 然后体重到右腿了 左脚跟 进步 脚跟先着地 左前方 进左部是左前方 脚跟 脚心 脚掌 五个脚趾 这个膝关节就到了 这掌握重心就是小脑 就跟这两点 跟上这步 这是前进的时候 进右部是往右前方 侧部呢 是收回前脚 也是靠拢 然后往右后侧部 脚尖着地 这点要注意 脚尖是脚大指 二指 三指 四指 小指 脚掌 脚心 脚跟 你看这个脚尖 前脚有巧 收回来 是松胯 脾膝 那脚收回来 往后侧 又是松胯 脚尖着地 脚尖五个脚趾 脚掌 脚心 脚后跟着地 这脚跟要续 自然就收 这步法呢 这个叫进步 说分套锁 套锁呢 是锁着对方的脚跟 从外边 进步叫套锁 左脚要锁着对方的右脚后跟 就是自己的左脚跟 跟对方的右脚后跟 成平行线 然后还有这个 这叫下盘 用自己的阴灵拳 就是膝关节 阴灵 贴它的外侧的阳灵 直接下盘就管住了 然后在手法再一补 人就躺下了 这叫套锁 进右步的时候也是 先收 出这步的时候 就是套它外头 脚跟 锁着它的右脚跟 锁着它的左脚跟 然后右阴灵 贴它的阳灵 这是旁挤 都是这种手法 这是进攻 当时打肘的时候 这是一条线 一条线 就是 进右手 进右手 进左脚 这是一条线 然后这个手 左手 就套住 中指 这个肘尖 要合 这个叫什么 脚踏中门 直线 是从对方的两脚当中 往前踏 这怎么踏呢 要是进左部的时候 是对方 右脚在前 左脚在后 记着啊 左脚 在后时 进这个左脚 要超过它 那个左脚 后跟 这个很冲 这个力往前去 这个右手 跟那个 左脚是一条线 这会再夹 这是轴 这个前手 是指哪打哪 还有指对方的心口 这顶心口 这可以吐血 所以指的那一条 那一条 那一条叫蛇 打这个东西 这是进步的啊 套锁和脚踏中门 然后打靠呢 那叫跨 就横跨步 左手 打左手 打靠的时候 右肩 到左手这来 看这位置 这叫步子叫跨 跨步 就这种几种步法啊 就是套锁 是棚棘手 打肘 是脚踏中门 打靠 是跨 跨步 是打靠 回头看 就是眼神和这个接触点 一百八十度 腿部啊 铝破棚 这拿这个右手 食指 摸眉梢 没喘 体重就到 右腿了 然后 收左脚 什么时候收 就是右手的直接盖 对正右没船 这叫收 到没烧 没烧追 直接盖 这叫跨步 叫抽 撤 撤的时候 撤是直后 抽转 这个地方要起 破刚才那套锁 按的时候呢 是羊池超天 羊池 就是 羊池穴 就是手的第四个手指 第五个手指 这缝尖 往后 到尺骨头 横纹 这羊池穴通哪儿呢 通人的中部 这还治女子的子宫歪邪 揉这儿 就管事儿 男子呢是浮稿 有什么浮稿 有什么浮稿 还有什么一线炎 什么这些个浮稿 肿大 揉这儿就管事儿 所以我们经常练这个 就没有这个事儿 你说一想那天 全收了 知道吗 健身的时候 就这么一种情况 这回 这回 铝 按 这个右手 羊池超天 这左手 食指指指 这个右手的 这叫 商羊 商羊穴 等会在这儿 这个食指指尖一掌 就往那个斜脚 收脚 这叫毛骨肃然 什么叫毛骨肃然 就是猫 孕肃狗 它害怕 喊羊毛 毛一粒 这种事儿 实际是收 这种收 然后按的时候是撤步 往后 啪 这个按多少 要注意一下 一个手高的手 跟乳头平 就大指 跟乳头要平 这是什么 就是膏肓 你本身没有病 你有病根本就动不了 说记肌谈不上 所以经常老练呢 你现在拿这大指 对弄这个乳头 你再想后头 那叫膏肓 很舒服 你现在看 那个肚子也瘪了 对 这个大指呢 也顺左乳头的方向 往下沉 沉多少 沉到肚脚以下 马上就提 这气就起来了 然后俩手心 都往置滩穴上 这按多少 你按的 都按这个小肚子 贴大腿根 这个脚后跟 能抵这个臀部 你看这么近 你看 很稳很稳 这是按 这个踩呢 是拿这个左手 往下沉 就食指中指 摸到外怀子骨的下面 那叫深脉 这个无名指呢 往外怀骨的山脉后头 那叫昆仑 昆仑穴 昆仑穴 昆仑穴一来 这个无名指 跟这小手指 就贴上了 现在是成这个状态 把这个外怀骨呢 这个圆圈 夹在这里 脸后连脚的手 嘟入地 这个腿就沉了 沉了以后 回到大指朝天 其余指尖一伸 你看 就这个姿势 来呀 让他进宫 懂了吧 那么刚才说 做不好就这个点东西 把它记住 这样 下边这尘呢 伸这手 就擦地皮走 半步 这个叫利 叫七星 然后这个就拍他那手 一拍 河谷找驱驰 真的 眼神在看 入地三指身 然后对方 这么一来就倒了 他倒的时候 他一松肩对肘 就有床 床的时候拿眼睛 先看监鱼 后看监警 这人才倒 倒了以后 他就支撑了 支撑的时候 把这手 得着腕子和肘 就往自己摇上去 我们现在这叫龙小辫 什么叫龙小辫 拿左手立掌 扶着这里的幼乳 往港中往腿 你看这就起来 这会儿是龙小辫 这龙小辫 什么意思 就是护住 你看过去女子 梳那个辫子 在这会儿得绒头绳 得绕 绕多长 是七块骨头 就是颈椎 是保护你这颈椎的 然后拿这儿 回到这个颈椎的时候 往上提 这时候才龙 龙下一按 这叫藤 看藤 挪 这个挪移是这么摆动 这样才开 然后这才藤 藤的时候 这叫藤 这回头又是挤 透锁 抵挤肘 就是这手伸 这叫肘 然后转身打扣 扬 再打扣 之后又是驴 今天我讲的这个就是 进步的方法和退步的方法 就以这个步法为主 有一点 到了 您准备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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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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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